指导老师击鼓下解拍 协助学生完成各种拉筋卵身动作 这是基隆士人爱国小舞蹈教室 明亮吸引的环境及宽阔的练习空间 狠获老师及学生好评 直说练舞更加开心 这个教室变得比较明亮 然后跳舞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开心 现在的教室比以前的镜子还要大 然后把杆也比较多 会跳起来比较舒适不会那么的急 以前我们的镜子中间有把杆 所以小孩照身体看动作的时候会被截断 然后因为像我们把那个中间固定的把杆拆除以后 学生可以非常准确的照到全身 然后肌肉上的运用都会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高度的变化 因为像我们有些道具会抛 然后因为之前的天花板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能会卡到 现在的空间高度都拉起来 所以小孩可以很自在的发挥 家长也很肯定校方改善舞蹈教室的做法 不仅帮助学生精进武艺 练习过程也更加安全 两个小孩在舞蹈班总共也待了八年 然后从以前一刚开始到现在的改变 真的是很不一样 空气流通也变得明亮 主要是地板 本身是仁爱国小毕业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回忆 两年前受邀参加舞蹈班期末舞会活动时 发现舞蹈教室地板老旧已不服专业教学使用 因此特别协助向教育处反应 争取改善经费 希望陪伴孩子在表演艺术道路上继续追逐梦想 从民国八十年舞蹈自由班开始 仁爱国小的舞蹈教室就没有更新过 所以那时候我实际参与了他们的活动以后 感受到很多小朋友说 那个地板已经不服使用需求 包含靶干 靶干本来是固定的 现在改成活动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镜面 也是全面的 所以符合我们现在专业的训练需求 校方表示仁爱国小舞蹈教室 至舞蹈自由班成立至今 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更新 这次主要针对原有舞蹈教室老旧地板 及被把杆阻碍视线的镜面墙进行改善 我们主要是在地板的部分做了更新 那也把地点换成了白色 让整个教室比较明亮一点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在镜子的部分 我们原本没有避开柱子 所以镜子有不连续的状况 那这一次改变以后 让学生在舞蹈的时候 对于自己动作的掌握的精准度呢 可以表现得更好 那对于他们舞蹈的学习呢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据了解两间舞蹈教室 共编列了六百万改善经费 为了配合学生排练舞蹈 目前先完成三楼的舞蹈教室整修 如果招标顺利 四楼的舞蹈教室预计九月进场施工 供期约三个月 人爱舞蹈斩 记者张其滩 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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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